我很討厭寫寫字的作業 因為我們老師常常跟我們抄一些 跟課內有關的資料 那這時候我的動作都很慢 別人抄完了常常 我都還沒抄完 所以我常常被老師念 或者被父母罵說 為什麼動作那麼慢 然後說為什麼我生出一個 動作那麼慢的小孩子 我最不喜歡寫數學作業 因為常常都是在重複一些 相同的題目 只是把數字還有一些單位換掉而已 然後一直做一些這些重複的題目 然後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就覺得很煩啊 根本沒有這個必要要做 為什麼還是要做 我個人認為寫作業是浪費地球資源 因為我每次寫 因為我就用木頭鉛筆 所以我每次寫一室作業 都要用笑好久木頭鉛筆 而且要花費很多的資 所以我覺得在浪費地球資源 所以第二原因就是 有時候我寫作業寫太久 手都麻掉了 然後可是我越睡太多 我還繼續撐下去 就要抽到手抄筋了 所以我覺得寫作業 根本是一件麻煩事 所以我希望這個世界 比上次沒有作業 作作業很浪費地球資源 那實在沒想過 不過作作業確實很麻煩 確實很無聊 但父母親看了孩子 不做作業的話又會很煩惱 愁眉一生所欲語寡歡 那父母親當孩子 不做作業的時候呢 對自己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請父母親來回答一下 寫作業也是一種負責的表現啦 還有家長也可以檢驗一下 他在學校的成果 然後我的小孩子 他寫作業是 他不會很努力地寫 不過他也是覺得說 這是我應該做的 他變成他就很不放心 要玩也不是 不玩也不是 他處在功課前面 就一直呆坐著 一直呆坐 然後呢 一直呆坐到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還沒有玩 他也不敢睡 他會 他到最後一定會完成 只不過是潮潮了事 小孩子 他手開始在握筆 不是像我們大人那麼順 所以他就會 你寫這樣子 他就覺得說 這樣子很醜 他就把那個 趕快把它擦掉擦掉 叫他再重新再寫 結果這樣子 就會影響到孩子這樣 他到後來 他就是很反感 對寫作業他很反感 他一直很不喜歡 寫功課就對了 他現在已經國一了 問題已經來了 他現在連那個國字 他會記不得 他就是一直用拼音的 像他現在考試也是 他就是不 他都懂啊 像自然他很厲害 可是問題是他 國字寫不出來啊 他就是要去 要去用拼音的 老師說不行 你到國一了 你還用拼音的 那整題都 即使你對了 也整題都化掉了 一下課回到家的時候 開始寫功課 他可能只有五行或七行的作業 他可以從一點開始寫 寫到五點 這個居間我可能剛開始 我是覺得告訴我自己要有耐心 要有愛心 然後就是陪著他寫 但是時間一久的時候 我大概我也只能做兩個小時 我開始又有情緒了 對 那我發現我的孩子他真的是很困難 他好像是寫功課 對他來講他覺得不好玩 倒是拿那個筆啊 動來動去他覺得很好玩 很有意思 所以就是在那個一年級 就是開學的前三個月 我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想他也 他不作業對你的影響 就是你也跟著痛苦 是因為我就坐在旁邊 因為我一離開 他也跟我離開 他根本沒有辦法自己坐下來寫 的確我覺得作業 我們必須思考 作業對我們孩子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現在大部分 在小學的作業大概以重複 面習當作我們作業的目標 那我在想作業只有這個目標而已嗎 如果作業能夠讓他們 有一點點思考性加進去 而不必寫那麼多 也許他們會覺得 好像在看電視一樣 或在做打電動一樣那樣有趣 所以我再思考一下就是說 父母的一些態度 一面寫一面插一面寫一面插 對他來講是一種很挫折的經驗 我已經很努力了 我已經在重複寫一些東西了 那插掉就是更重複 那會覺得蠻挫折 好像是說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沒有感受到一種成功的經驗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覺得孩子 可能不怎麼喜歡寫作業的一些原因 我想現在的孩子的確是 他們很多可以玩的 如果我們再仔細再探討下去 就發現這個玩的都比較是感官的 感官很刺激 品質很弱 那很弱的情況就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玩的不滿足 他們非常的不滿足 但是會上癮 有會上癮但又不滿足 所以面對寫功課就很大的問題 當然再來剛剛有提到這個家長的態度很重要 如果家長你不了解孩子的他的感覺 他的感受或是他的困難 或者他的特質 家長可能受到老師壓迫家長 壓迫家長 家長壓迫了孩子 我想我們做家長 我遇到十個家長七八個家長都很焦慮 只要老師在這個聯絡部上 你孩子怎麼沒教什麼 就很緊張 可能就很焦慮也很兇或什麼 那孩子就越來壓力越大 可能被罵 寫作業就被罵 最後他敢反抗家長嗎 也不太敢對不對 反抗誰呢 討厭這個作業 都是你害的 所以那種感覺 那種感官上去越來越討厭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東西值得 很值得我們去探討 因為這樣子的話 表面上我們在鼓勵孩子要多學習 多練習 要喜歡寫功課 但是我們的做法 正在使孩子越來越討厭這件事情 是是是 我們在節目裡面經常講的四個字 就是望子成龍 在望子成龍的話 從什麼時候開始 可能就從作業開始 一覺得他要想美夢成真 他一步做作業就怕 會影響到他成龍的這個機會 就想介入 但怎麼樣介入 說老的話父母親是不知道的 很想讓他做 但不知道如何做法 我們除了我們這裡來討論 我們再來請教一些 其他家長對這個問題 他們支持什麼樣的態度呢 我們來聽聽看 撒謊 我覺得撒謊是不寫功課之後 產生的一個問題 而且很嚴重 他覺得我騙一次可以過 我就會騙第二次 然後通常都會騙過 因為媽媽怎麼知道 媽媽根本不知道 除非每天去對功課 而且不是對他的功課 是要去跟同學對功課 而且你要找一個可以信任的同學 因為很多人這樣差 我給他一個辦法 你忘記帶沒關係 我印給你 但是請你在這裡做一份 回到學校再做一份 Double 那你就知道 你今天不帶回來的後果是這樣 你就必須說做兩份 更辛苦就對了 那我就跟老師講好了說 因為家庭聯絡部嘛 每天都會要簽名嘛 我說要是我兒子喔 他功課要是真的是拖得太厲害的時候 我家庭聯絡部我就不會簽 所以我跟老師之間有個默契了 我沒有簽字的時候 就是我兒子喔 功課拖拖拉拉 那多拖幾次之後 老師也會叫他去面談 他會緊張 那在家裡的話 我又是比較好像是怎麼講 好像完全不同的方式 就是我就是坐在旁邊 我看著你 我看你做不做 但是在那個時候 剛剛趙博士他問說 我是什麼方法 我可能兩個小時之後 我就會拿一個藤條出來 不應該不能說藤條 這樣講好像很不應該 就是說我有一個鉛筆的那個棍子 然後我會拿那個東西出來 我說你再不好好做的話 我可能就開始來處罰你 那再來的那一幕就是一定的 因為差不多三個月 再重複眼淚出戲 接了下來 他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那更慢了 那個功課 還有眼淚水 對對對就淚水 那淚水可能還擦了說 那個還破掉 對 所以說那一幕 有時候我想是 把他換個心情想說 實在是回想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蠻可笑的 但是真的我也非常痛苦 因為我覺得怎麼那麼倒楣 我的孩子的功課就是這麼慢 那在上小學之前我也很快樂 因為我孩子天天都通言通語 我也非常開心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快樂孩子 也帶給我很多快樂 尤其是那個時候 我在生病的時候 所以我簡直把他當作 是我的一個小天使 但上小學之後怎麼回事 他帶我進入那個地獄裡面 我覺得我很痛苦 我覺得我比他還痛苦 因為我還是很緊張 那後來就是說有學習到了 也知道他的困難了 所以我們開始去修正 那後來我們就是帶他 那個機構去 然後我們給他做一個 感覺統合的測試 那我覺得也是很好 他不是挺嚴重 就是邊緣 後來我們知道是說 他小肌肉是發展的不夠 所以他握筆的方面 他其實是很辛苦 那為了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 也實在是覺得說 真的奉獻家長們說 要事先去做一些了解 我能不能也插一句 因為就是說你也提到 怎麼在幼稚園 你覺得孩子像天使一樣 然後一下到小學 就變成了地獄 像魔鬼一樣 對 那我想蠻呼應這一點的 其實從孩子的觀點 他可能也有相同的心情 是 他在幼稚園的時候 都說媽媽像天使 都要想學的時候 媽媽怎麼變成魔鬼一樣 難起變 其實那個蠻關鍵的因素 叫責任 是 寫作業 父母覺得這是你孩子 應該要達到的責任 你要做到的責任 所以寫作業是你的事情 所以是你的責任 可是我覺得那個錄影帶裡面 有一個家長還蠻幸運的 他跟老師聯絡以後 他不簽那個聯絡簿 我想大部分的父母 都不敢不簽那個聯絡簿 對 所以那個就變成他的責任 就是說 督導孩子完成作業 就變成我父母的責任 所以我就要來 很緊張的來看看 檢視你有沒有把它寫完 那是我的責任 我沒做到我的責任的話 那我怎麼交代 就是這種責任 搞得大家 對於作業非常的重視 非常的緊張 所以我覺得 當然我覺得要先分清楚 這到底是誰的責任 只是父母你擔這個責任 要擔到多少 那尤其對背後 有一種想法的父母 擔這個責任就會擔很多 因為作業沒寫功課就比人家差 功課比人家差 我就考不上什麼 考不上什麼 然後將來就找不到工作 娶不到好太太 諸如此類 他就一路就邏輯下去了 那對我們大人來講 我們可以理解這種邏輯 對小孩來講 他最眼前的問題 就把這些作業寫完 他能想到 娶老婆的事 娶老婆的事 那未來工作有沒有前途 他會覺得說 我看不到未來 那離我太遠 我覺得是 對國小同學的學生更是如此 所以我覺得父母一定要 去體會到這個孩子的這樣 他無法想那麼遠 他現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我怎麼樣來 因應作業這個問題 不要想那麼遠 然後再來看父母的處理方法 其實我們大致看到的表象 就是孩子坐在那一邊 不做作業 或者是拖拖拉拉等等 作業做很慢 做不完 做不好 可是我覺得 我們所看到的這種 外顯的行為表現 正是孩子正在努力的告訴你 我有困難 可是他很難 那麼清楚的告訴你 我的困難在哪裡 好 那因為他表達能力 或認知能力 他還無法離得那麼清楚說 我究竟是問題出在哪裡 可是他的行為是正在告訴你 我面對困難了 可是我們一般父母 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忽略到這一點 這是我覺得 我們儒家思想的影響 就是說只要你努力就可成功 我們的想法就這樣 所以我們很容易的 把孩子這樣的行為 就解釋成一個 你不夠努力 是你不夠努力的問題 可是事實上 我覺得除了不夠努力 孩子還有其他很多的原因 他不喜歡寫作業 我慢慢拖拖拉拉 就像您的小孩 他可能是感覺同和上的問題 或者是肢體動作 小肌肉動作上的問題 讓他寫得很痛苦 可是如果我們說你不夠努力的話 我就完全忽略到他 正在告訴你的困難 所以仔細的去觀察 他的困難會發生在哪裡 譬如說如果是外在刺激太多的話 那麼是不是如何來調整這個部分 是不是 或者他寫作業的時間上 如果你叫他五點去寫作業 那剛好正式卡通影片最好看的時候 他哪能安下心來寫 或者是真的是在某些個性上能力上 如果他個性上本來就慢慢 拖拖拉拉的話 對不起那是我們生下他來的個性 怪自己 某部分責任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怎麼樣讓他能夠再學習快一點來完成這個事情 所以與其花力氣去打他 陪他到不如來看他的問題 或者是跟他一起去發現他的問題在哪裡 針對那個問題來解決 是如果不觀察不了解他的困難 就判他是努力不夠的 這是冤獄 這是冤獄 就是父母性不夠資格做一個法官才對 但怎麼樣如果他除了在旁邊幫助 可以引發他自己的動機 覺得做這個功課不是那麼一件責任壓力 這就是很嚴肅的字眼 怎麼讓他愉快引起興趣 有興趣發生樂趣 我就發現剛剛那個家長說孩子說謊 其實他是孩子 他會說謊有原因嗎 我們都不考慮這個原因 就說他說謊 如果這樣打他罵他下去 以後不只是說謊 他到國中可能他有能力的時候 他可能就直接告訴你 我就是不做 所以說這個我們小的時候 打他罵他這個方法 好像可以立即產生效果 我常常跟家長講你能打到幾歲 我們在輔導很多國中的孩子 根本就沒辦法 你再打我嗎我離家出走 OK 所以說我也是覺得 我們好像從小受到權威的這種方式 所以我們也只有一套就是權威法 其實這種太過的結果導向 太過結果導向 意思就是說你就是無論如何 你就要有這個結果 我就要看到你這個結果 過程我不管 那我想孩子是什麼 孩子就是需要協助的過程 我甚至相信過程比結果還重要 譬如說你的孩子 我這樣聽起來會覺得 嗯 也許是感覺統合 也許是所謂的專注力欠缺 這是有3%到5的人口 是這樣的一個孩子 所以這個特質如果不去體會 譬如說高智商的孩子 你一天到寫那些超寫性的功課 剛剛不是說發你兩遍三遍 這個罰下去以後都出大問題 所以你不考慮這個的話 我想問題永遠不會解決 到最後孩子就是情緒困擾 你只要求他的責任 但是你不去考慮他的需要 我一個學生告訴我說 他數學考很不好 結果後來他 他說賴老師 我媽媽要我去補習班 他說賴老師我人是去了 我可以告訴你 我根本沒有在聽 那個方法一點對我都沒用 後來我就跟他談說 那你覺得什麼方法對你有用 後來他找到一個方法 他去一個叫做電腦輔助教學 他就坐在電腦前面 學數學 他說他很有興趣 他第一次是為自己去學數學 我這個讓我思考到 有很多方法 我們可以去協助孩子 用不同的方法 因著他個人的需要 我想這個部分 如何用鼓勵孩子去找方法 然後肯定那個困難 真的是困難 然後鼓勵他去解決問題 然後去了解 去接納他做不到的時候 到最後我想 我們一同去跟孩子 去經過他那個過程 去嘗試那個方法 然後他嘗試有失敗 我們再去鼓勵 再去嘗試 我覺得要動到處罰的部分 是在於他在態度上面 他完全不去嘗試 他覺得我就是不要怎麼樣 我不寫我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部分 才是需要處罰的時候 態度有問題的時候 不是他去做了失敗的時候 去處罰他 我想在這些觀念上面 其實我們大人不是也是這樣子 在面對自己 我想這個部分是值得我們去思考 我不喜歡寫那個要用腦筋想的作業 反而那個用抄的作業 我會比較喜歡 然後因為那個用抄的作業 腦筋不用一直想啊 然後眼睛一掃過去 就可以寫光光了 而且又快啊 然後又不用人家來教 寫錯了又要被人家罵 所以我覺得還是用抄的會比較好 我希望老師能帶我們去參觀美術展 或者是博物館 然後讓我們回來寫新的報告 因為這樣不但能讓我們增加許多知識 更可以讓沒有去看過的同學大飽眼福 而不要像寫國語作業那樣 超超寫寫 枯燥而且無聊 我討厭國語作業 因為要查解釋破音字 為什麼解一個字要那麼多個發音 我比較喜歡寫素页作業 只要了解就好了 我們以前常常從非常小學開始就買錄音帶 一些關於幼教方面的錄音帶 他聽了之後他完全全部都記得 他的記性非常好 可是讓他自己去看的時候 他可能依賴性很重 常常說爸爸這是什麼媽媽這是什麼 就是叫我們幫他翻譯 或叫我們幫他做 所以講成他這種可能依賴性比較高的 這種問題方面 我想可能有很多小朋友都是這樣的 不喜歡用思考的方式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來按他們比較喜歡那種思考性的方面的作業 我跟爸爸有一點不一樣的看法 我想我的孩子他是不是只有聽 他還喜歡畫 所以我想他的腦袋裡面 他是有一幅圖畫的 他把任何事情他都想是一幅畫 然後我說那些事情你還記得清楚嗎 你要不要自己用筆要寫下來 那他有告訴我說媽媽我可不可以用畫的 我說很好那你就畫 他就把那個畫得很生動一幅畫畫得很好 那我說那你可不可以從畫畫裡面 你去想你那個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再用筆把它寫下來 因為我們要寫小日記 然後他是從圖畫裡面然後再去寫 我發現這個方式對他來講是非常輕鬆的 而且他很愉快 他其實他是喜歡那種好像是 應該怎麼說 好像是角色扮演的那種方式來做他的事情 來做他的功課 來動他的思考 他也許今天說媽媽你可不可以扮一隻小狗 我想養一隻小狗 那小狗是怎麼樣 那就他覺得很有趣很好玩 他就玩這種遊戲 但是說實在的 有時候我覺得說真的是我好痛苦 我這麼無聊 我還要再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位媽媽已經回應那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以為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做思考的 或甚至老師出的作業 有關思考的方面 可能思考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也許他非常在圖畫式的記憶認知 思考方面非常的強 那他喜歡用這種方式 可是可能跟我們一般習慣用的那種 很語文式的或邏輯式的不太一樣 所以像透過這樣圖畫師或角色扮演 我覺得都是在激發他在思考上 一個蠻好的一個方式 如何去激發孩子的一些寫作業的動機 但是也要接納 他真的有些作業是很不想寫 寫不好 那我就是必須接納這樣的一個狀況 作業就是呈現問題的一個媒介 從這個媒介裡面我們去發掘問題 看他的特質是什麼 他的興趣在哪裡 他可能有的發展在哪裡 他的困難在哪裡 像剛剛你的孩子可能是比較幼腦學習 他可能到了國中考高中 他可能不是考到很好的 因為他不太會考試 他真的不太會考試 我知道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做一個家長 我們應該有一個勇氣告訴孩子 這不是你的錯 你的學習是比較角色扮演比較幼腦的 但是這不是你的錯 媽媽爸爸願意接納你 走過這個制度上的困難 我想如果你有這個心態 你就不會發脾氣 你就不會你的原生家庭壓迫 給你壓力你就壓迫你的 是是是 父母在面對孩子學習上的困難 包括寫作業上 那麼除了花力氣來 來指導孩子以外 我覺得撥一部分力氣去 讓我們的教育當局 更重視這樣的問題 花更大的力氣去推動 他們來符合我們孩子的特別差異 是 讓我覺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